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农村俗语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股让人深思的文化 之所以为俗语 就是农民长期生活实践过程中总结而成的 用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看法和态度 虽然有人觉得农村落后 说的很多话也很粗俗 但是确实饱含深刻的道理 那么 好男有毛五好妻 好女有标五不出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既然是好男儿 为什么没有好妻 既然是好女子 为什么还坚守五不出呢 好男有毛五好妻 好女有标五不出 字面意思是 身上毛发比较多的男儿 却没有好的妻子 不是因为看不上毛多 而是惦记的人多 男子新生优越感 矛盾也就逐渐产生 好女子的一个特征就是身上有肉 这个和当代以肥为美是一个含义 但是好女子还必须遵守五项原则 具体是哪五项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析 一 为什么毛多的好男儿却没有好妻呢 在以前的农村 医疗条件和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发达 唯有通过一些外部特征来识别一个人的好坏 而毛多代表的是健康 代表的强壮 这样的男子干起农活来 有使不完的劲 也就更受人欢迎 比如以前认识的一位朋友 个头不高 但是全身毛发旺盛 身体很壮 力气也很大 同时在那个年代 农村的粮食都不是很充足 而能够产生毛发旺盛的健康特征 自然说明这户人家条件不太差 那么 为什么这个好的男儿却没有好的妻子呢 因为自然条件优越 帮他介绍对象的人很多 长此以往就产生了优越感的情绪 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这样的脾气在与妻子生活 自然容易表现出暴躁 夫妻关系可能不会那么融洽 同时 苍蝇布丁无缝的蛋 强壮的男子可能也会被一些人惦记 感情三心二意 不懂得珍惜 挑来挑去就挑剩下了 比如村里的小王 自认为家里有点钱 眼光挑剔总看不上别人 最终到了四十还未结婚 父母整天着急上火的 所以毛多身体健康条件好 但是三心二意 品行不过关 也不能找到好的妻子 二 好女子除了身体好 还要坚守哪五不出呢 在以前的农村并不是像现在这样 以瘦为美 以苗条为美 相反 身体丰满更受人欢迎 老话 屁股大 生儿子 实际上也是表达这个意思 大多数农村女子缺失粮食 自然消瘦 真正能够丰满的占据少数 像古代的杨贵妃成为典型 让全城女子争相增肥 通过丰满不仅能知道是哪个年代的审美观 而且还透露着健康 能吃饱饭才能长得好 所以身上有肉的女子 家庭地位也不会差 但是即使长得再美 再健康 条件再好 也必须遵循五个底线 这就是五不出 什么是五不出呢 就是不孝 嫉妒 偷盗 有恶极 红性出强 无论哪一项 都是在品行上有缺陷的人 农村将个人品行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所有子女还必须孝顺父母 不能心生嫉妒 不偷盗 身体健康无恶极 感情忠贞不出强 综上所述在古代农村 有毛的男子是健康的象征 丰满的女子是众人的追求 但是无论男女 个人品行是所有条件中最重要的 只有坚守住底线才有好的结果 很多单身男人经常苦苦追求女人不可得 每次相亲或者恋爱都花费大量的时间 精力以及金钱 可是到头来甚至连女人的手都没牵到 和谈接吻 拥抱 为了避免从今往后再次发生类似 不尽如仁义的事情 以下让女人主动接近你的五个追求步骤 还望你能铭记于心 到时对号入座 灵活运用 想必假意时日 你就可以把心仪许久的女神追到手 第一 身体接触越多 女神对你越清新 身体上的接触是拉近与女性距离的最佳方式 碰触女性技巧的 使用不当的话会使女神反感 在碰触女神之后一定要掌握好 直到见好就收 你有机会接触女神手或者肩膀腰就非常不错了 离成功就更进一步了 身体接触是要看情况把握时机的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一定不能女神会很反感 目的性太强了 去餐厅吃饭最好选择坐在她的旁边 机会靠自己创造 面对面试做的话就没有机会 第二 拥有属于你们共同目标 是打开她心房的第一步 女生喜欢有上进心的男生 所以如果你们两个人有共同的目标 与目的十分容易让她有两个人是命运共同体的假象 让她感觉你们有未来 这也是许多花花公子常用的招数 要是能有机会能和她共同解决问题 或是在想法上能站在她那一边的话 必然能立刻拉近与她之间的距离 同理 你在和她说话上也是一样 与其说 我和你 就不如说我们来得好了 再隐身下去 有的时候 自己要是犯了什么错 或是一些让人知道也无妨的小秘密 也可以让她知道 当然 要说的好像你只对她一个人说死的 那么 由于两个人享有共同的秘密 也十分容易拉近双方的距离 或是说 两个人一起犯了些小错 而不让人知道的话 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哦 第三 踏入女生的内心世界 在对方成为你的女朋友后 有很多人却苦恼于彼此的关系 无法再更进一步 其实 这些人如果不是过于不在意 就是经常让增进情感的机会 悄悄溜走 在女性主群中 相当重视想能帮自己拿外套 或者拿包的男生 因为在脱下外套的一刹那 如果有男性在场 很容易就让女生产生情侣的错觉 在乘坐计程车时 你若能说 把容易忘的东西放在我这边吧 那更是把自己跟他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但是 如果这些行为 如果运用不当的话 那可就会弄巧成拙了 在恋爱的过程中 在恋爱的过程中 其实并不一定都要男人主动追求女人 女人也是可以主动倒追男人的 但是 女人一般在感情中的 都是比较被动的 所以她们一般不会主动追求男人 但是 只要你懂得女人的心理 懂得如何给女人一定的暗示 女人跟你相处的久了之后 其实也是会主动追求你的 所以 聪明的男人都知道如何吸引女人 一般来说 情商高的男人懂得这六个小套路 让女人主动倒追你 一 你和女人相处 务必要诚实 守信 待到时机成熟 你对女人的表白 许诺都会被女人视作一诺千金 无论做生意还是搞对象 诚信无疑都是一块金字招牌 否则 女人会一次不忠 百次不用 二 在女人面前要沉稳 毕竟情场如商场 上赶着不是买卖 反之 你装作或买或不买的样子 女人将会被你的若寄若离倾倒 或许会迫不及待一生相许 担心你离开 害怕你不再回来 三 你要循序渐进 步入女人的生活 不可超知过急 用时间温存出感情 正所谓日久深情 待到女人回过神来 她已经对你难舍难分 不是将计就计 就是将错就错 四 从多种渠道打探出 女人对于男人的喜好 以及各方面细节的要求 由此 你可以为女人量身 定做打造心持神网男朋友的类型 从而投其所好 可想而知 女人想不爱你都难 五 日常交流和沟通 尽量多使用肢体语言 从而在恰当的时机 迅速拉拉你们之间的距离 好比如不经意间的一个吻 都会使女人心神荡漾 肢体语言不分好与坏 关键在于对的时间 用对地方以及人物 女到中年 有情有欲 芳华不在 纵然姿色赏赞 也早就没了少女心 但是中年女心会更渴望 自己能被男人疼爱着 如果这个阶段男人们忙于事业 对家里的女人没有关心和照顾 女人的心理就会产生逆反心理 一旦憋得太久 就会有这五种表现 一 交际圈发生改变 经常参加聚会 之前的她总会宅在家里 做家务接送孩子 现在的她 孩子长大了 不需要时时刻刻盯着了 老公也经常出去应酬 女人们就开始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 比如同学聚会 闺蜜聚会等等 一个女人经常参加这种类型的聚会 不是为了找男人 就是为了旧情复燃 说明她寂寞了 作为男人 在这一阶段 要多关心关心自己的女人 不要给第三者可乘之机 二 变得开放 敢于表达自己的需求 女到中年 如狼似虎的年纪 她们不仅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而且在生理上 也有着更高的要求 如果自己的男人 不主动满足的话 女人憋得太久 就会自己主动要求 如果自己的男人 还是满足不了自己 这个时候女人就会婚外偷人 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三 爱吵架 脾气变得暴躁 女到中年 一些小矛盾越积越多 总会有爆发的一天 而到中年之后 憋了几十年 就更容易爆发 再加上这个时候 男人会选择沉默和退让 更容易让女人爆发 吵架成了家常便饭 有时候还会动手 四 在柴场上 有自己的打算 女到中年 很多夫妻的感情 会发生转变 如果这个时期的女人 发现自己的男人 在外面有人 她在感情上失去的安全感 会从财产上找回来 比如她会偷偷把存款 转移到自己的名下 为了自己和孩子的 以后着想 无论何时 年华都会盛开 少年女人 情多欲少 中年女人 有情有欲 每个年龄段 都有每个阶段的故事 五 养宠物 动物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无论任何时候 你需要它 它都会在 女人爱多愁上感 当自己有心事 不敢对别人诉说的时候 可以跟自己的小狗小猫倾诉 而且它们不厌其烦 虽然听不懂 但是也能当做一个陪伴者 养一只可爱的宠物 自己喜欢的动物 常常能让女人感到自己身边 不适于那么空荡荡的 当心烦忧郁的时候 也总是能有个心灵的陪伴者 听自己唠叨和倾诉 作为男人 一定要分清什么是野花 什么是家里的花 不要在外沾花惹吵 你要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关心你的人 只有自己的老婆和家人 要尽量多抽时间 陪陪自己的女人 不要等到女人 对别人动了情 才后悔 同时 女人也要坚守自己的底线 守护你们共同的婚姻 不知从何时起 我们身边的女人 变得越来越开放 之所以说开放 而是之前 一直避访的两性话题 在他们口中 也能够随性轻松地说出来 让人不惊一惊 难道我们网络发达的今天 性教育已经普遍了 当然 我觉得之所以呈现出开放 和移动社交的普及化 是分不开的 要知道十几年前 相对严肃的社会环境中 女人如果说出这样的话 必然会被认为不正经 但现在看来 大家在手机上经常聊天 话题也就深入了些 因为少了见面时的尴尬 等到话题都说开了 大家在一起 也就无所谓了 在这其中 网络社交的虚拟 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均不见各种球摆 有多么大的人气 其中不凡有女性出现 这也算是 如今的网络文化中的 一种表现吧 再从心理上 就会让你产生一种 自卑的感觉 你会认为整个世界 都是你的敌人 慢慢的 你将会孤立无助 整个世界那么大 却没有能和你说话的 只有你自己在聆听着 你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当你有一天 也认为你要做出改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如果我早早做出改变 我的生活将会是另一种状态 当你身边的人 都很开放的时候 你不开放 别人会说你在装算 别人思想都在进化 如果你的思想不开放的话 你就会被时代落下 当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开放绝不意味着轻浮 甚至是交纵 那些满嘴张话 衣冠不准 举止随意的女性 并不只是开放 是不自重 对于男孩子 开放可能会被定义为潇洒 而一个女孩子 开放到不自重 消极意义 回到可怕的地步 不自重的女孩 也别指望真正获得男人 甚至是同性的尊重 都说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可以改变 可有些东西终究是改变不了的 比如我很喜欢吃榴莲 我觉得榴莲很香很甜 倘若我的爱人对我说 你可以为了我不吃吗 我的回答是不可以 每个人喜欢吃的食物 都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食物的味道 会爱到骨子里 长时间不吃 就会很想 整个人的心情 都会很不好 有些人 骨子里就是花心的 看见长得好看的人 就特别感兴趣 眼睛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 完全控制不住 所以说 一个花心的人 对你说 我只爱你一个人 那么 请你先不要相信 有花心的男人 也会有花心的女人 不管多大年纪 不管遇到过什么样的人 依然是一个花心的人 她现在爱你 不代表会一直爱着你 或许她只是 还没有遇到更加喜欢的人 她是怎么样的人 她所做的事情 会告诉你 女人到中年 还爱做这次件事 说白了 就是花心 一 同时和 多个男人聊天 人到了中年 会有很多事情要忙 感觉每一天都不够用 很想让时间过得慢一点 专一的女人 会把时间都花在家庭与男人身上 她想把这个家照顾好 她想让男人感受到家里的温暖 她也想把男人照顾好 让男人感受到她的爱 她不会把时间花在别人的身上 不会和别人闲聊 一个花心的女人 根本不会考虑男人的感受 她只想让自己开心快乐 明明已经有了家庭 明明她的老公对她还不错 和她还想同时和多个男人聊天 她喜欢和别人玩暧昧 喜欢多个男人 同时给她爱与温暖 二 不顾家 经常夜不归宿 专前的女人是很顾家的 每天下班以后 都不会在外边逗留 都会准时回家 她很有责任感 她会对这个家负责 她不会对这个家不管不顾 而花心的女人一点都不顾家 她经常夜不归宿 经常和男人玩失踪 很多时候 男人都会傻傻地等她一个晚上 可她一点愧疚感都没有 她没有把家当回事 没有把男人放在眼里 对于她来说 婚姻不重要 男人也不重要 她只追求自己 只想感受不同男人的爱 三 晚上约异性出去喝酒 看到一位读者评论说 我是中年女人 离婚很久了 我喜欢和男性朋友喝喝酒 我觉得这是在放松心情 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待感情专一的女人 是不会主动约男人的 是不会晚上找男人出去喝酒的 她很保守 她很爱惜自己 即使她年纪大了 即使她离过婚 只有对待感情不专一的女人 才喜欢晚上约异性出去喝酒 她根本不在乎自己 甚至说 她渴望与男人有密切的联系 这样的女人 是花心的女人 不会忠于男人 不会和一个男人一直走下去 四 喜欢依靠在异性 臂膀上 正经的女人 不会与异性靠近 她会和异性保持一定的距离 她不想让自己的老公误会 她也不想让别人说闲话 她更不想做回了自己清白的事情 而一个花心的女人 根本不在乎这些 况且 她的清白 早就没了 她喜欢和异性 暧昧不清 她喜欢依靠在异性的臂膀上 有的时候 她会带着自己的男人 和其他异性吃饭 她会对自己的男人说 这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她不在乎男人的感受 她的心里根本 就没有装过任何男人 有一些女人 很适合过日子 和她在一起 她就会全心全意地对待你 会把所有的爱都给你 还有一些女人 是靠不住的 不管你对她有多好 她的心都不在你这里 最后感谢大家的阅读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